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根据南华早报报道 李克强在10月26日上午入住在东郊宾馆 在游泳期间突发心脏病 当时立马由安保和医护人员以及夫人程鸿将他送往附近的上海中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医院在相关方面动员了一切可用资源 并召集了上海的顶尖专家来救治李克强 在此期间院方极力抢救了十多个小时 并且还在下午装上了人工心肺但依旧无济于事 于次日凌晨零时病逝 李克强统治世事讯息发布后 立即登上了中国社媒平台微博热搜第一位 两小时后在微博上积累10.9亿阅读量和45万讨论量 并有350多家媒体跟进发布 在微博公开的评论中 许多网民第一时间反应是难以置信 太突然了 并留言总理一路走好 不少网民以人民的好总理 难得的好总理 称呼李克强予以缅怀 其中日本驻华大使馆于27日上午9时发文悼念 日本内阁长关松博也一 谈及李克强曾于2018年5月举行 日中韩领导人会议之际正式访问日本 在日中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经文雇人世事 仅此表示由衷的哀悼 各新闻平台和社媒也发布过往影像 以此来回顾李克强的一生 其中包括李克强卸任前讲话 强调自己在担任总理的最后一年 会切而不舍 克尽职守 以实干来践行承诺 李克强在2020年记者会上 直言中国有6亿人的月收入 只有约人民币1000元左右 以及李克强今年3月 现任告别时说 人在干天在看 苍天有眼等 但是在社交媒体平台上 除了对李克强的悼念与祝福外 还有不少网民质疑李克强死因 并回忆起李克强上个月 才笑容满面 游览敦煌一事 但据小编搜集的资料显示 这完全是朴风捉影 以讹传讹 根据明镜出版社 2010年出版的 他将是中国大管家 李克强传一书披露 李克强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 因过于用功 患上严重的心肌炎 只要稍微从事耗力的工作 就会喘个不停 还有报道说 李克强本来就患有糖尿病 加之繁忙的内症外交事物 使其病情加重 动脉周样硬化性心血管病 相关心血管事件是糖尿病患者 出现并发症和死亡的主要原因 南华早报也曾报道过 李克强生前接受过 冠状动脉大桥手术 所以并不是大家所传的被病史 李克强死讯公布当天 大批民众自发来到 位于安徽合肥的李克强故居 现为安徽省文史研究院大楼的 辉州大道 红星路80号前 献花悼念 有许多警察在现场引导人群 视频显示 10月28日上午排队悼念的人潮 绵延超过200米 安徽定远 吴须镇九子村 李家祖屋 河南郑州千禧广场 也出现了自发的悼念活动 还有一些花店店主收到的订单 未指定收件人 紧要求送到李克强故居 画面之感人连小编都忍不住落泪 李克强逝世的消息 不止牵动全安徽省民众 也同样牵动着全国人民 就向广大网友评论的 因为他是人民的好总理 李克强1955年7月出生在安徽合肥 而本应是校园求学的年纪 却遇到了兵荒马乱的年代 因为时代原因 年少时不能正常入学就读的那几年 他师从父亲好友 安徽省文史馆的国学大师李成 李成不顾年老体衰 把李克强视为门生 尊尊教诲 在那兵荒马乱停课闹革命的五年时间里 李克强熟读史记 汉书 后汉书 资质通建等国史 学识不但没有荒废 反而与日俱增 一往西恰同学少年 读出名理 在那个如荒原的年代 茁壮成长 在1998年6月 李克强离开北京 主政河南 成为全国最年轻的博士省长 主政河南期间 李克强深入基层 查民情 亲民生 考察企业 调研乡村 实地听取各方面建议 在面对传统农业大省 提出了加快工业化 城镇化 推进农业现代化 这一观点 从根本上改变了 河南传统发展理念 建设正便落工业走廊 大力推进洛阳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 支持郑州加快老工业基地改造 推进高等业校建设 走好科技和人才储备 建设工业强势 这些举措 使得河南比其他省更早地调整了工业结构 淘汰落后产能 在政策支持下 工业方面一大批实力强劲的本土企业 也拔地而起 许记集团 全国同行业综合实力最强 洛波集团 全国最大最先进 伏法玻璃生产线 洛阳伊托 全国最大的拖拉机制造基地 郑州宇通 全国最大的大型客车制造企业 这些企业成了河南加快工业化的基础 也为全省工业化提供了重要动力 城镇化方面 政变一体化 正落城市工业走廊 中原城市群 城际轨道交通 建设生态宜居城等 宏大布局将九座城市紧紧连在一起 有力推动了城镇化进度 不仅如此 中心城市带动战略 使正东新区成为中国新型城市示范的样本 农业方面也开启了现代化 从2000年起河南粮食产量连续12年 居全国首位 再到2002年 河南下粮开启了连续10年增产的奇迹 而粮食的增产 也为河南农业多样发展奠定了强有力的基础 河南就此成为粮食肉类加工能力最大的省 也是食品工业品牌最多的省 同时也成为了中国的粮仓和厨房 从省长到省委书记 李克强在河南七年时间 他走遍了河南的山山水水 和河南人民一道开拓进取 功绩卓著 河南省经济发展速度高出全国1.63个百分点 工业利润增长近7倍 人均GDP从90年代初的全国28位上升到全国第18位 2004年12月13日 李克强上任辽宁省委书记 从上任的第一天开始 李克强就开始马不停蹄全省调研 他怀揣着一张辽宁省地图 用了15天时间跑遍了全省12个地级市 和沈阳大连两个副省级城市 他不仅关注大企业的发展 也亲自深入基层了解民生 他亲自到民众生活困难的地方 看到零下近30摄氏度的窝棚里 一个老太太裹着厚厚棉被 在土炕上瑟瑟发抖 看到一家六口挤在20多平的房子里 勉强度日 看到近千居民共用一个检疫厕所 他忍着心痛对政府人员说 政府的有些困难 咬咬牙可以挺过去 可对于生活在贫困中的老百姓 有些困难靠他们自己是熬不过去的 于是辽宁省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棚户区改造 为了防止有些领导瞒报谎报成果 他亲自去棚改现场调研 为了掌握真实信息 他甚至亲自去扒居民的垃圾桶 他要清楚知道老百姓究竟吃的是什么 以此来判断生活水平和环境 在李克强主攻辽宁期间 辽宁全省捧改2910万平方米 极大改善了民生 被联合国人称赞为世界奇迹 而在他离开辽宁的时候 辽宁已经翻过山来 全省年生产总值突破1万亿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突破1000亿 2015年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里 加入了这样一句话 大道至简 有权不可任性 就是这场约90分钟的政府工作报告 台下一共响起51次热烈掌声 而总理亲自加入的这句话 大家鼓掌将近一分钟 大道至简 是说真正的大道理都是极其简单的 不需要繁文乳节 不需要各种形式主义加成 更不需要花里胡哨的各种解释 而有权不可任性 则是对手中握有权力者的警告 不能肆意而为 也不可懒政不为 做好放管服 真心为人民群众服务 神归虽受有有境时 人终有一死或轻于红毛 或重于泰山 而那些为人民鞠躬尽瘁的人 重于泰山将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好了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还知道哪些李克强的事迹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分享 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 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 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 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既能回过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